上癮了 上癮了 現在就是上癮了 好 歡迎收看這間鋼索急車 今天是非常特別的企劃 我們請到了八病 那今天的企劃呢 特別到什麼 特別到 我覺得不一定會成功 已經沒有現金了 因為呢 這個 我把他騙過來啦 因為我自己呢 真的有一個故事喔 這個地址還在 這個呢 是我在WR時期 結果我還有WR的時候呢 我在網上 被投放了一個廣告 他就是也孤輪神奇 他的邏輯呢 等一下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基本上他是 直接鎖在窯壁上面 那你們都 那你們都不知道是不是 這跟我們印象中的太一樣 這跟我們講究竟一樣 我們以為都是像 三輪車小孩子騎那邊的輔助輪 沒有啊 我們計算沒有那麼高啊 那大家也知道 孤輪就是靠後殺 你點後殺他就會下來 他就是 會有一個輔助人 就是防止你 撲過頭 所以 我們設定一個合理的高度 是他到一個他就會 把你拉下來 這樣你就不會說 好像一彈然後就 然後就直接過頭 我後來也覺得 好像這有點硬 那我們決定 是一個開箱體驗 好像只有靈地就好了 對 然後來測試 這東西是不是好像 真的能幫你拉到 雖然在場呢 不是所有人我有去過訓練 但這個訓練呢 我也只收過一次而已 那一次大概是三年前 三年前 OK 先來試試看看好不好 Let's go 他這個非常簡單暴力 說明書在上面 然後器材呢就是這樣 輪子 搖臂 然後 cable 我覺得最難的是 cable 因為呢 他等於說你要測 他要讓你知道說 撬多高 撬多高他才去拉 不然的話可能 一撬一點就拉了 這樣就不對 所以我們還要再測試一下 這我覺得是最難的 我們一開始先設定 撬一點就拉了 這樣比較安全 好 我們靠三小時 努力的組裝呢 終於 看這個巴拉拼他媽的 這個我多久YouTuber 我們身為 身為同行的頻道 怎麼會發生這種 第一集下見的錯誤 就是想說 這個東西很久沒有用了 喔 因為放在家裡 所以我們今天想說 帶了六角出來 工具就該帶就帶了 對 但就是外面就帶了他那個 那個六角盤 就是那個外六 外六 所以現在我們是用這個 手鎖 蛤 就是基本上呢 他只要大概 我們是抓在 可能他是震動的 六七次 喔 開始掉下來 掉下來是嗎 那就有點像是那個 對爸爸 爸爸就是 一開始扶著妹妹說 對在扶著妹妹說 對爸爸在你後面 他現在 會騎那麼扶 然後越晃越晃越晃 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 對 我跟你講 哇這用心良苦 他們的產品原本不是這樣 但我們讓他進化了 喔 所以我覺得今天呢 我們就盡量看 能不能有一點 能不能成功啦 我現在成功是只裝起來 我覺得開始的時候 你說是看我們摔車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當然都不希望 他要摔車的東西 因為需要一點犧牲嘛 喔對不對 OK 為了流量 我們現在什麼都幹得出來 所以我跟巴大病講 其實也不是故意的 單純就是 想說強迫他們來 你看他們來了 上了誰穿了 你RS622 你最近就是需要練這種功能 馬力那麼大 欸 你簡直輕輕吹一下 在那邊騎三角 不要怕不要怕 不要怕 你媽你睡到幾點了啊 如果拉遠一點的話 是不是 拉遠一點 不然你騎過來給我們啦 不會 白癡喔 阿老師不在 老師我 我在我在 我去換我去換 我去換 我怎麼沒剛剛那麼興奮 我去換我去換我去換 然後順便我們也要跟你借個工具啦 這不是所謂的 可憐的麥克 對不起麥克 這你一定不知道心也行後 我天 但是誰叫你不來 我們剛剛DRZ呢 其實勾不進去 其實剛剛只是一個效果啦 我們其實是很講到認真的 我們剛剛只是故意講說 啊我們沒有準備工具 要做一個效果 對手鎖 我們現在其實才是正式的要開始了 我們感謝大喬麥克贊助郭叔 就是他出界的這台CRF 因為我覺得CRF呢 是非常棒的一台車 然後也動力比較小 那其實要練孤輪一定是要從動力小的開始 比較不會犯錯 那動力大了的時候很容易就 就過頭了 我們今天呢會教大家如何的 只要教嗎 你確定 欸我可以教 但是呢 這個責任在個人 OKOKOK 好 過了三個小時 真的很久 真的很久 我們終於完成了 然後呢 我們現在用的很保守 就是他你看喔 只要咕到這一點點 欸他這什麼樣路上 沒有 那個是貝品 貝品 貝品 貝品對不對 貝品 他現在只要這樣子 他就會拉了 那我等一下測試什麼 我就試著 不要任何煞車 然後看他會不會自己掉下來 因為他現在這個字 你隨便一彈就起來 就下 他一定會下來 謝謝各位收看 好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有沒有 喜歡我們 趕快訂閱加分 對 看看剛剛我們是麻痺 也可以訂閱我們 我們下一個 好啦 我先試試看 我們下一個 喔 我們下個小層 打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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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